换个心情 今天是星期五晚上来聊聊体育吧 让我们欢迎亚历哥 家长好 大家好 我们这里有没有这个中信兄弟的球迷呢 今天的终止总冠军赛要恭喜中信兄弟了 顺利拿下了冠军 对 中信兄弟其实全台湾很多球迷 当然要恭喜中信兄弟在刚刚其实不到20分钟之前 在台中中级棒球场 中信兄弟今天在总冠军战台湾大赛第五场比赛 最后是以4比1击败了对头统一师队 拿下了他们队史第10座的总冠军 而这一个总冠军呢 也让中信兄弟现在追平了统一师队 那现在这两队啊 在历史上都以各拿下10次台湾大赛的冠军 是并列中华职棒 拿下最多总冠军的一个球队 那今天这场关键的第五战呢 很多人想会不会有第六战第七战 因为这一今年的台湾大赛 有了台湾大巨蛋的一个加入之后 其实票房非常好 到其实前几天就已经宣布了 一直到第七场的票 预售票都已经卖光了 所以很多人都期待说 哇 如果今天中信兄弟就封王的话 那第六场第七场退票不是很麻烦吗 不过今天兄弟乡人兄弟 还是在他们的这个台中中级棒球场 抛下了黄色的一个封王彩带 刚才讲到这场比赛 其实中信兄弟可以说头打俱佳 虽然第一局统一师队先得分 不过第二局靠着王维诚 还有曾宋恩的一个安打 马上就把比数给抄前 那这场比赛中信兄弟先发投手 羊头左投德宝拉 那在我们知道他们是在台湾大赛 德宝拉第一场比赛的一个胜利投手 今天德宝拉也用92球 投完了七局 今天只有失掉了一分 那今年中信兄弟在台湾大赛 所拿下的四胜里面 有两胜就是德宝拉这名左投 德宝拉其实蛮不容易的 因为他今年遭遇了他的双亲 先后去世的这样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变故 他还能够维持他在个人季后赛 这样的一个好表现 哇他完全是为了季后赛而生的一个男人 那这名羊头德宝拉 过去在台湾大赛总共五次的先发 已经拿下了五胜 胜率是百分之百 那当然今天中信兄弟队能够顺利封王 还有其他很多的功臣 像他们捕手高宇杰在第四局的时候 连续两次的牵制 那个阻杀 那个统一师队的一个倒垒 那另外也看到曾宋恩 第六局跑回来 第三分的一个保险分 第八局又追加了第四分 所以感觉这个台湾大赛 4比1的这样的一个比数啊 今天最后中央比数也是4比1 就是向这个比数来致敬 真的是非常恭喜中信兄弟队 那统一师队今年虽然也是上半季 演出了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赛 在上半季的一冠军 不过整个下半季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整个不管投打的一个调整 都没有到位 那这一次台湾大赛无场比赛 中信兄弟总共打了4支拳雷打 那4无场比赛下来统一师队 没有任何一支拳雷打 在投打两端的战力 明显是输给了中信兄弟 所以一方面恭喜中信兄弟 一方面也希望我明年看看 有没有哪一队能够成为台湾大赛史上 拿下最多冠的一个球 因为刚刚已经讲了统一跟中信 现在是都是十座冠军 并列最多冠的一个球队 看谁来能够继续挑战 但最近中止还有一个人事大地震 这是富邦汉将宣布 要请这个前中信兄弟的顾问 林威柱来当他们的球团副领队 这他回回大概一年半重返中止 这是怎么看他这个消息 这真的是一个超级重磅的一个消息啊 那林威柱我们知道啊 过去从2013年回到台湾之后 是现在兄弟队担任球员 他的球员生涯一直打到了2017年才正式退休 那退下来之后兄弟球团也马上安排林威柱 就是从二军的整个教练来开始担任起 那一直到了2020年 那上一次那中信兄弟2020年台湾大赛 三胜一败那个时候领先统一师队哦 结果那一年的台湾大赛他们被统一师队给逆转 被统一师队给连拿三胜 就是三胜四败七年当中 那中信兄弟拿下了六个亚军 那也因此2021年林威柱接任总教练之后 哇马上新人新迹象 2021 2022连续两年 林威柱不仅带领的中信兄弟是走出了他们所谓的七年六亚 而且是连续两年在台湾大赛当中横扫对手 连两年都是4比0 创下了在台湾大赛中信兄弟八连胜这种史无前例的 那这样的一个记录 当然去年的一个开季25场比赛 那中信兄弟好像只拿下9胜 那也导致了可能林威柱的因为战绩不佳 那下台一鞠躬 那虽然那他跟中信兄弟兄弟还是有合约在身要走完嘛 可是那时候是被调为海外发展顾问 那一直到了 在2023年整个球季结束之后 他合约结束 他才比较低调的一个离开 那个时候其实不止一家球团有接触他 那听说那这一次宣布的一个消息啊 林威柱那是富邦的一个诚意感动了他 所以他从黄山换穿为蓝山 那他去到了这个富邦汉将 他是担任副领队 而且担任农场的一个主管 我们知道这一次我们刚才讲到了 今年中信兄弟能够在台湾大赛啊 无偿比赛就结束掉了统一师队 其实正宗的很多名球员 像是高宇杰 像所刚才提到的曾宋恩 其实都是当年柱总的时代 所带出来的年轻球员 那当然林威柱的一个带兵 是属于比较严厉的一个方式的 那我们就看看他去到富邦汉将之后 因为富邦汉将我们知道这几年 从2017年从义大犀牛变成富邦汉将之后 总共8年的时间16个半季 汉将竟然有8个半季 都是在联盟垫底的一个球队 那更不要讲今年 哇又是雷声大雨点小的一年 就看林威柱的一个加盟 能不能帮助汉将 哇这个脱胎换骨了 是很多人都还有期待啦 看能不能够带来一些新气象 但棒头记的另一个大消息呢 就是大果祥平他之前历史性 第50轰的全雷打球在做竞标拍卖 那最后呢是由我们来自台湾的优势资本 以1.41亿得标 那他们稍早也发出声明说 因为这一颗球呢 是全世界心目中 而很多棒球名心目当中的圣杯 他们非常荣幸能够把这个具有 历史价值的棒球带回台湾 来分享历史性的一课 大股商品历史性全雷打球 包含手续费在内 总价高达439.2万美元 相当于1.4亿新台币 拍卖网站创办人哥低音公布 得手买家竟然来自台湾企业 中信兄弟球队老板棒球协会理事长估重量 本来传出买球带回台湾企业 中信兄弟球队老板棒球协会理事长估重量 本来传出买球带回台湾企业 下这颗球但是中信已经否认 除此之外星宇航空因为跟LA到齐有合作关系 K董张国伟也被认为是可能人选之一 但是他这样说 我应该是被武士轰的人不是去轰别人 连日本企业家购物网站创办人田中玉甫也跟前女星 骗赖娜赖拍影片还原竞标过程 她说最后两分钟内不断提高价格喊到极限 结果两秒就被超越 她是第二高价台币1.12亿元很可惜没有得标 不过谜底终于揭扫了台北101大楼里面的投资公司 优势资本发声明表示就是他们买的 而他们未来可能跟各机构单位合作 安排公益展出 这颗球被台湾企业带走 球评也看好可能带起一波运动观光潮 史上最贵的拳雷打球确定会在台湾 不少球迷都很开心 未来有机会能够近距离看看这颗拳雷打球 TVBS新闻综合报导 但大国强平能不能够拿下世界大赛的冠军呢 这场比赛明天要开打 稻奇跟杨基的对决 压力哥又比较看好哪一队嘛 那如果大国强平的稻奇队 今年真的打扮杨基拿下世界大赛冠军的话 那真的是完全是比童话故事 这是完全写不出来的一个好莱坞剧本 要知道大国强平过去六年 在洛杉矶天使队完全没有季后赛可以打 生涯经过了875场的一个例行赛之后 今年转队到稻奇队之后 总算有季后赛可以打了 不过在今年稻奇队季后赛一路过关斩将 在第一关过了最难过的 圣地亚哥教师的那一关之后 接下来国联冠军战打败了 这个大都会之后 现在挺进到世界大赛 4 more win 两队 稻奇阳基都说只差最后四胜就可以拿下世界大赛的一个冠军 当然这两支球队是美国职棒大联盟史上 在世界大赛交手最多次的球队 在今年之前他们已经有11场的一个交手 最早最早要追溯到的是1941年 那个时候稻奇队还在纽约的布鲁克林 那个时候叫布鲁克林稻奇队 那我们知道稻奇队在1958年 搬到洛杉矶之后1959年 马上就拿下好像搬到洛杉矶的第一座世界大赛冠军 到目前为止稻奇队队史7座世界大赛冠军里面 有6座是搬到西岸洛杉矶之后拿到的 那过去当然在布鲁克林稻奇时期 他们跟洋鸡队的一个交手记录当然是输多败少 不过今年的这个对阵就像刚才佳蓉讲的 第一个稻奇这边有大谷祥平压阵 而且所谓的MVP打线 那第一棒大谷祥平第二棒Mookie Best 第三棒一类手Freddy Freeman 过去都是拿过联盟MVP的 那洋鸡队这边也有两个MVP 一个就是过去在美联天使的时候 跟大谷一直争这个MVP的Aaron Judge法官 另外就是怪力男John Carlos Stanton 今年在季后赛打得非常棒 到目前为止Stanton怪力男 在整个季后赛这个拳雷打 平均的一个拳雷打出现的比例 已经比贝比鲁斯还要更高了 那今年这一个世界大赛讲到了 两队加起来总共有拿过五个 联盟MVP的这样的一个球员 在正中也写下了美国职棒的一个新的记录 所以今年两次豪门球队 我觉得这是大联盟官方最希望看到的结果 因为像去年2023年游记兵队响尾蛇 两个都算是中小市场的一个球队 让去年2023年美国队职棒季后赛的一个收视率 创新低 那今年到期对上杨基 哇东西岸两大城市 全美第一大跟第二大的一个城市 我觉得这个交手非常非常多的话题性 所以从明天开始很多人都预测 希望这个系列战能够打好打满打七场最棒 那真的如果打满七场的话 我相信不管联盟不管转播单位 不管两队的一个票房 应该都是笑呵呵啊 是我们这个聊天室里面也分两派 有很多大虎的球迷 但又有人觉得杨基会赢 那我们就大家明天记得要锁定这场比赛了 那再来看就是NBA的新赛季来了 浪花兄弟解体这个勇士迈入新时代 谁能够扛起得分的重责大人 那还有一个历史性的这个画面 是詹皇父子终于美梦成真合体连线了 非常非常难得 我们现在听LeBron James好了 他40岁的LeBron James LBJ 跟他的儿子19岁的Bron James 哇 结果在第一场比赛主场的开幕战 在上半场结束之前 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父子同台 我们知道在北美四大职业运动 大联盟其实美国之邦会过去看到 有小葛瑞飞跟老葛瑞飞这样父子同台 而且同场开轰 可是在篮球这样肢体冲撞 这么剧烈的一个运动 40岁的LeBron James 能够跟19岁他的儿子Broni 同场竞技 我觉得非常非常难得 脑当力壮 非常非常难得 当然这场比赛 胡人队拿下最后胜利 LeBron James 他们后来讲父子何得16分 那当然16分都是爸爸得的 40岁的爸爸 还是比19岁的儿子要来的厉害 儿子这场比赛 其实打的时间并不长 出手两次也都没有命中 所以可是透过这场比赛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就跟在之前 季前热身赛讲的一样 当然 你讲LeBron James 当年18岁就进NBA 可以说是不释出的一个奇才 他的儿子能不能像他一样 显然的并不是这样子 那现在以Broni的 在胡人队这样的角色 不要讲4800球员了 甚至连轮替球员 可能大家都要打个问号 所以父子同台当然 LeBron James跟他儿子 在赛后接受访问的时候 都说很感动 因为NBA从来没有人这样过 能够达成这样的一个记录 LeBron James已经感到 非常非常的一个开心跟满意了 那我觉得以后就算在他的儿子Broni 被下放到G联盟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至少这是一个记录啦 那讲到勇士队跟离开勇士队的K汤 勇士队你看到 哇打了三截 提早打卡下班的Steven Curry 差一点点大三元 如果他要打第四截的话 那肯定大三元 那当然勇士队在星球界第一场比赛 也开出了红盘 而离队的K汤 今天在独行侠的一个比赛 哇今天搅出了超过五成的一个面子 是命中率 尤其是三分球石头六重 今天拿下22分 也是独行队的一个银球工程 所以星球技的开打 还是有非常多的一个看点 是那至于我们 backward 直篮的这个星球技也开打了 但是有不同的联盟嘛 那TPBL已经开打 但是上 PLG是明天要开始 那另外还有这个 SBL 可能没那么快 还要再等一下 其实在台湾的篮球运动 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其实不是去年底 就是 是今年就是上个赛季到年终结束的时候 其实两个联盟谈合并 那个时候很多篮球迷希望说 台湾就维持一个单纯的一个直篮联盟就好了 但是 对 但是最后还是破局了 那PLASTE最后是回归四队 他们创始这样的一个规模 那TPBL呢 那台湾职业篮球大联盟 是有的七队这样的一个阵容 我们知道TPBL在上个星期10月19号 就已经开始新球季了 那当然上个赛季的冠军队 新北国王队 今年除了在新联盟的比赛 他们还有所谓的东亚超级联赛 那明天10月26号 就是国王队在主场新装体育馆的一个开幕战 这个冠军界的议事 听说在整个开幕战面对工程师 会颁发上个赛季的一个冠军戒指 我们知道这也是学NBA的 因为在NBA前两天10月23号 也看到塞尔提克在主场颁发冠军戒指 那国王队明天就要看 林书豪跟林书伟 就要来戴上他们兄弟合体之后的 第一个冠军戒指了 那当然在Plus League这边 他们的地形赛晚 TPBL一个礼拜开打 明后天 那他们是以富邦勇士为号召 在和平馆的一个开幕战 那今年他们说很有可能是野兽 林志杰 那最后一个赛季了 明后两天 面对钢铁人 面对领航员的一个比赛 那所以在整个富邦勇士这边 也是有他们的一个卖点 那比较让人失望的就是原本最早的超级篮球联赛 这样的一个半职业的一个联盟 原本是说有基隆的球队要加入来成为第五队 但是很可惜 好像作业来不及 现在连这个赛季 SBL超级篮球联赛 到底什么时候开打 到时间 到现在我们跟江洋聊到这个时候 都还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台湾篮球只能说进步的空间很大 大家继续替我们的台湾篮球加油 是很多人还是期待整合啦 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雅梨哥 又来跟我们聊体育 谢谢雅梨哥 谢谢佳荣 谢谢大家